把面向左转 一二 小心 一三 天五 走 一二 一 向左转 五四青年节前夕 香港航空青年团初级下市 黄浩轩正带领他的队员们训练 作为香港本地的青少年制服团体之一 航空青年团自1971年成立时 就经常现身于各类重大场合 每年的五四生起礼便是其中之一 加入香港航空青团超过两年 15岁的黄浩轩已从菜鸟变为老兵 回忆起2021年刚成为航空青团 仪仗队员式的情景 黄浩轩坦言当时自己既荣幸又紧张 可能在电视上见到一些解放军国庆 或者一些阅兵 他见到他们操政部经过天安门 都是很有精神有气势 他有些叫声 即是有些打掃声 都有那种威武的感觉 加入了鱼仗中队之后 我们平时就会进行一些 出席一些不同的仪式 一些公开场合里面做一些服务 最主要都是以暴操为主 当时是觉得又紧张又很荣幸 因为有一个机会可以 参加互奇方队 还有这个是对自己的肯定 有认同 因为训练了这么久 终于有机会可以升旗 要做到最好 在航青团 黄浩轩分别担任过仪仗中队的升旗手 护旗手等 也曾在刚刚过去的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 政府飞行服务队开放日中进行中式队列表演 黄浩轩认为自己在加入航青团后变得更独立自主 也认识了不少新朋友 我们进行了一个无口令花式步操的表演 我们当时就有不同的动作 比如踏步 正步走 还有各种不同的枪动作 比如提枪 端枪 挂枪 平时我仪仗队 因为我是算比较资深的队员 我是有幸可以帮忙负责喊一些口令 将他们训练他们日常的补充 自己免得独立自主 同时都有幸可以设到不同的朋友 除了发展仪仗队 香港航青团也吸纳有志投身航空事业的香港本地青年 19岁的崔建聪 从小就梦想着能飞上蓝天成为飞行员 两年前的一则新闻让他得知 香港特区政府飞行服务队在招收学员 他便积极加入了航青团 做一个机师不单只要学 如何按飞机上的按键 如何操控机 原来还要学习无线电通讯 和气象学等等的知识 这些知识对我来说 我都觉得是很特别 还有很有挑战性 暑假的时候 飞行服务队其实有一个啟道计划 最难忘的是 其实飞行服务队有一部教练机 叫Diamond DA42 我坐上这部机的时候 我觉得这部机很特别 夏天的时候 会做一个鲨鱼巡来任务 是香港市民 会比较少接触的一部机种 崔建聪坦言 加入航青团后遇到的人 经历过的挑战与成就 让他变得更加自信 也让他认识到 如何成为一名优秀的青年 因为我觉得青少年在成长的阶段 都会面对到不同的挫折 不同的挑战 因为我本身读文科 在航空教育的课程中 有一个课题是学习怎么计航向的 其实我想了很久都不明白 如何去计算那些题目 幸好在这个课程中有很多同学 都是理科很好 或者本身正在读一些飞机相关的课程 不懂问他们 最终克服到这个挑战 不论是参加中式队列表演 还是学习飞行相关课程 在航行团 像黄浩轩和崔建聪这样勇敢追梦的青年 还有很多 相信在未来的某一天 他们终将实现与蓝天的双向奔赴